漢城華僑中學新任校長余執盛上任後 對教育與校務進行大幅度的改革 日前舉辦首次由班聯會主導的園優會 分別在籃球場與大禮堂設立跳蚤市場攤位 學生們花費三天三夜的時間 推出各種美食等等 激勵學生們的互助精神 讓學校更具創造力 今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以及萬國旗幟 懸掛在校內陸旁 漢城華僑中學學生們走進校園時 各個開心不已 因為由班聯會主辦的園優會就要登場了 籃球場上設立包括烤肉串 香腸 煎餅 泡麵 果凍 以及甜不辣等美食攤位 還有投籃 飛鏢等等遊戲攤位 應有盡有 有的女同學們戴著手套 把肉串一一串起來 也有人負責掛好攤位的菜單 至於活潑的男同學們 有的則是穿上動物 或是搞怪服飾 到處叫賣 宣傳 希望能為自己的攤位增加賣氣 為了這個慶典活動 我們班聯會的同學們準備了三天三夜 至於大禮堂也很熱鬧 除了有臉部彩繪 紋身 以及包包 服飾的販賣外 班聯會也籌設了家長與學生樂捐意賣區 我們這次慶典活動分成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意賣的部分 一個是賣食品的地方 這裡是意賣和跳跳市商共有的地方 有些商品是同學們自己帶來的 有些是家長捐的 自從新任校長余智盛上任後 漢城華僑中學對教育及校務進行大幅度改革 多與周邊僑校聯誼 並廣聽建言接納意見 更讓學生多與外界交流 參加戶外活動 這次讓學生在週末主辦創校以來首次的園優會 並協助學生架設帳篷 設攤 訓導處更希望老師進行指導 維護學生安全 不僅讓學生體驗社會 建立各方面能力 發揮潛能 激勵學生互助精神 讓校園更具創造力 班聯會希望未來能繼續 舉辦下去 台灣武林秀皇群 韓國首爾 採訪報導